在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和基隆市长林又昌带领下 第十九届市议员和市府官员高喊我基隆我骄傲 一起留下圆满美丽的合影 第十九届基隆市议会10月18号顺利完成最后一次临时会 也宣告这一届议会圆满结束 所有会期准备接受新名义的洗礼改选新的议会 议长蔡旺连特别礼遇即将在今年底卸任的基隆市长林又昌 在议事厅发表感言 林又昌强调特别感谢基隆市议会在他市长任期内的批评指教跟意见以及支持 让市政建设顺利推动 他是基隆人未来卸任市长后 不管在哪一个职务上都会继续为基隆来努力争取最大的福祉 满满的一个感恩之意 这八年有太多点点滴滴有太多的这些 不管是市府同仁还是议员先进大家的一个努力 我们看到基隆市基本上是向上来提升 然后往前面在进步当中 那当然城市的进步需要持续下去 然后这个是不可以也不能停歇的 因为我想市民对我们大家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 虽然我今天是最后一次在议会来跟大会来做报告跟说明 然后12月25号即将卸任 不过我也一再的跟各位来说明跟报告 不管我在什么地方 或者不管我接下来在哪一个工作的一个岗位上面 那我都是基隆人 我一定也会继续的为基隆的建设 跟我们所有市民的福祉继续的来努力 那在这边再次感谢大会 给我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也感谢市民朋友给我的一个支持 让我有机会在这八年期间担任基隆市的市长 能够实现我个人对基隆市发展 以及政治上的一个报复 满满的感恩跟感谢 最后再一次在这边呢 祝所有的议员先进 大家心想事成 那我们基隆市市政昌隆 感谢大家 谢谢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则是简单预祝 准备接受新民意改选的议员们 心想事成连任成功 谢谢大家的辛苦 在这里我只有一句话 希望今天是最后一场次的这个会议 在会议的临终之前 要继续参选的所有议会同仁 我祝福大家都能顺利 谢谢连任 谢谢大家 会后议员和市府官员也在议师厅内大合照 留下完美的毕业照 而宣布不再参选下一届市议员的资深议员苏仁和 也接受民进党团议员们和市长林又昌的献花致意 感谢他在议员任内的杰出表现和贡献 另外同样不再参选市议员的王显之则是拿着象征高枕无忧的枕头和不再参选议员的陈维仲一起开心合照 并且和跨党派一起联合质询的张渊祥和颖留念 此外包括准备迈向连任六连霸的资深议员们 也展现持续为民服务的自信 为赢得选举胜选互相加油打气 而议会民政小组的议员们也和市府民政处长一起开心合影 议事厅内交杂着笑声和不舍的气氛 不过能够为民喉舌共同推动市政建设进步 这一届的议长议员市长以及市府官员 大家都予有荣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